作品十号 爸不懂得怎样表达爱 使我们一家人融洽相处的是我妈 他只是每天上班下班 而妈则把我们做过的错事开列清单 然后由他来责骂我们 有一次我偷了一块糖果 他要我把它送回去 告诉卖糖的说是我偷来的 说我愿意替他拆箱卸货作为赔偿 但妈妈却明白我只是个孩子 我在运动场打秋千跌断了腿 在前往医院途中 一直抱着我的是我妈 爸爸汽车停在急诊室门口 他们叫他使开 说那空位是留给紧急车辆停放的 爸听了便叫嚷道 你以为这是什么车 旅游车 在我生日会上 爸总是显得有些不大相衬 他只是忙于吹气球 布置餐桌 做杂物 把插着蜡烛的蛋糕 推过来让我吹的是我妈 我翻阅照相册时 人们总是问 你爸爸是什么样子的 天晓得 他老是忙着替别人拍照 妈和我笑容可居的一起拍的照片 多得不可胜数 我记得妈有一次叫他教我骑自行车 我叫他别放手 但他却说是应该放手的时候了 我摔倒之后 妈跑过来扶我 爸却挥手要他走开 我当时生气极了 决心要给他点颜色看 于是我马上爬上自行车 而且自己骑给他看 他只是微笑 我念大学时 所有的家信都是妈写的 他除了寄支票外 还寄过一封短简给我 说因为我不在草坪上踢足球了 所以他的草坪长得很美 每次我打电话回家 他似乎都想跟我说话 但结果总是说 我叫你妈来接 我结婚时 掉眼泪的是我妈 他只是大声醒了一下鼻子 便走出房间 我从小到大都听他说 你到哪里去 什么时候回家 汽车有没有汽油 不 不准去 爸完全不知道怎样表达爱 除非 会不会是他已经表达了 而我却未能察觉 结选字 美 爱尔玛 邦贝克 父亲的爱 我却未能 帮助达爱